与观众见面 在这几天的录制当中 达人们传递的不单单是 精妙绝伦的才艺 更重要的乐观向上的生活信念 才是达人们让人为之动容的根本所在 这几天达人秀节目录制 似乎已经成为上海的一项演出盛事 每天一大早 许多观众就准时来上海音乐厅报道 因为这里不但有精彩分成的达人表演 还能目睹三位评委 唇枪舌战的风采 最重要的一点 台下每一位观众都有表达意愿的权利 于是观众的热情空前高涨 以至于评委们都看得有些斗话 一个劲地提醒观众要注意安全 这一位楼上 看出我们的 nome 我们的公司 这一套可能会造成困乱 要关键是危险的 因为你个人跟她mma 你习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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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习落了 你习落了 你习落了 习落了 你习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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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时尚七泰从第一届的达人秀节目中成名 根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 这几天的录制过程中 每天都会出现几组老年选手 扬言要和时尚七泰一较高低 这一组来自河北唐山的老太太们 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七十有六 我们来自河北唐山 唐山市 就是34年前大吉珍的城市 今天我们表演的是 西剑皮影舞 老太太们跳着欢快的皮影舞 台下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就连三名评委也跟着打起了节拍 表演完毕之后 她们的一番表白却让全场肃然起敬 你们都看过记得年龄吗 其他还要差不多的多很多 因为当时几秒钟 一个城市就被推了停地 像我们家 一下子就死了三口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第一 想展示老年人的精神符号 第二 感谢全国的父老将近们 对唐山市的孤私远众 让你们再看到 唐山老人人的组毛 我们活一点 真心一点 快乐一点 小心一点 唐山老太太不仅用他们的舞姿 还用他们坚强的毅力 乐观生活的信念 深深打动了评委 于是高晓松 易能静 周立波三位评委 都不约而同地给出了yes 当时请问你们大概是几岁 当时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都有失去亲人的几举手 每一位都 你们上来就是这么阳光 和去面对生命的更大的创痛 所以我很想请问你们是 凭着什么样的毅力 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全国的父老乡亲们 特别是上海医高区 远过我们 才使我们活过来 如的今天 我们把舞蹈献给 全国的观众 也是想让他们一起 跟我们分享快乐 我们过一天 高兴一点 快兴一点 我们想大家一起和我们快乐 我都看傻 我都看傻 一开始我一看 我以为就是 一帮大妈 然后随便玩玩 这你肯定下了苦 编舞 非常好 而且你们那个 一看就是训练 有长时间的合作的经历 很远长 而且拿大葱 非常有意思 不是跟别人家 但是说 就是因为老年人不容易 或者是长官同胞 不容易不是 确实跳得很好 我想说 下一位等待会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你们的乐观 我们一起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同样得到三位评委 一致肯定的 还有这位名叫 谢新成的选手 她来自吉林省吉林市 目前在杭庄 某服装厂做车工 这是一个看起来 知书达理的女孩 其实背后 也有很多 不為人所知的故事 可是妳看起來像一個 家裡很富裕的小孩 就是妳的氣質各方面 就是並不是 高雄在草野 我讀了一年 那爸爸媽媽 他們沒有想辦法讓妳 繼續學下去 我的小兒子 父母就不痛苦 那妳的請問妳是 我跟我媽媽 妳說妳是媽媽一個人長大 對 那她無稅讓妳去學拉小弟騎 那媽媽的工作是什麼 她怎麼共得起 因為其實拉起老師 小弟騎的老師比剛才老師貴多了 我媽最開始是在學校門口的那個 飯店裡面給人家多喝飯 後來又去菜市場撿菜啊 然後現在有很多白白一攤 那些 我覺得妳媽媽好偉大 那也好偉大 24歲的謝星辰 從5歲就開始學拉小提琴 所幸的是達仁秀的舞台 為她圓了一個美好的音樂夢想 節目錄製當天 謝星辰的媽媽也特地趕到 上海音樂廳為女兒加油 媽媽媽 媽媽有在看嗎 哦 媽媽來了 媽媽辛苦了 媽媽 媽媽 妳辛苦了 辛苦了 媽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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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評委們無比唏噬的是 環境窘迫的謝媽媽 竭盡全力培養著女兒的音樂興趣 而謝星辰也沒有辜負媽媽的期望 同時還在並不富裕的條件下 養成了不卑不亢的生活態度 這一點讓三位評委覺得 尤其難能可貴 如此精彩分成的第二季 中國達人秀出賽 將於5月1日晚21點 在東方衛視正式播出 更多精彩內容敬請期待 現在是北京時間8點26分 看東方正在為您直播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阿丁 好的 六洋 各位觀眾早上好 我們這一時段來看看 普東普西的幾個主要通道 我們發覺有兩個通道 有一點情況 這裡是這個位置 南普大橋 南普大橋目前交通的 你看這是很顯然 普東方普西的交通流量 比較大一些 比較用途 反方向普西往普東交通 是比較正常的 這是目前的一個情況 那麼說到這裡 我們順便說說其他的地方吧 楊普大橋 楊普大橋目前也是比較拥堵一些 主要是普西往普東交通流量 比較堵 我們來看看這裡交通的情況 普西往普東交通的情況 內環線 周家嘴落已經受到影響了 那麼整個越接近橋面上的情況 這裡是往楊普大橋方向走的 普西往普東的流量 比較大一些 橋面上是這樣 普西往普東流量比較大 那麼另外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延安路隧道 也是普西普東的一個主要通道 東西向的 也是比較拥堵 這是普東段 隧道裡面的情況 也是車輛比較多 這裡流量比較大 但是沒有產生拥堵狀況 還是屬於正常的 那普西往普東 這普西段 普西往普東的車流量也是比較大的 那隧道裡面 沒什麼突發的事故 就是流量比較大 東西向的主要情況 是這裡一個通道到普東去 這是個咽喉地段 非常的拥堵的情況 所以經常會發生的 接下來看看天氣情況 上海今天是小雨轉多雲 偏北風4到5級 最高溫度22度 另外上海明天是晴島多雲 溫度在11到24度之間 降水高率10% 後天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溫度在14到26度之間 降水高率10% 以上就是這時段的生活資訊了 好的 謝謝阿丁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看東方 稍後您將看到 記者調查 揭秘珍珠奶茶原料內部 英國王室披露婚禮行程 安排媒體各就各位 保護嗓子 請用金嗓子豪片 世間萬般喜慶 皆源於點滴之中 大喜酒 國人的喜慶酒 為您喜上加喜 貴州茅台鎮成年酒場 自出雜拳 我用綠靜靈 注重環保 享受自然 家和家居護理產品 世間萬般喜慶 皆源於點滴之中 大喜酒 國人的喜慶酒 為您喜上加喜 貴州茅台鎮成年酒場 精緻優雅 自然休閒 動感個性 經典職業 熱風閒夜時尚之選 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2011年4月27號星期三 歡迎走進大型城堅直播節目 看東方 我是劉洋 一起來看這時段的新聞 夏天大陸